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在台海跟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如此的积极 动不动就讲台湾有事就是我们日本有事 我觉得这里面有三个角度观察 第一个角度是日本的地缘战略角度 第二个是权力结构角度 第三个角度是历史情节的 咱们先谈第一个 什么叫做地缘战略 地缘战略意思就是台湾跟台海对日本太重要了 道理也很简单 日本是几乎在世界上最 所有发达国家里面 它是能源自给率最低的 基本上没有自己生产的那个石油跟天然气 所以大多东西从那要进口 进口从哪来呢 它不能从这个北极海 那个北冰洋或者阿拉斯加那边 它一定是从东南亚这边过来 经过南海然后经过台海附近 所以台海 台湾对它来讲是一个能源供应的生命线 所以我记得在1970年代 这个石油危机爆发的时候 那个日日本紧张得不得了 派出好多好多旅游人就在中东 一艘接一艘的 如果从卫星上看下来 差不多10分钟20分钟就一艘 这个运到日本 所以日本呢 在这方面的焦虑感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必须要拥有台湾 或者掌控台湾 你比方说1895年 日本控制台湾就是殖民台湾 一直到1945年 那日本就很放心嘛 生命现在在我手里面 然后1945年二战结束 日本丢掉台湾了 所以那个时候它已经开始紧张了 那没有用 那个时候你还很弱 你没有用 等到1949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居然进入到冷战了 所以这个时候台湾跟台海对它来讲 它就很在乎了 好在很幸运 美国实质上控制台湾了 所以只要日本跟美国关系搞得很定 那台海 台湾问题就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但现在形式又出现变化了 现在这个中国拉度越来越强了 迟早会 而且越来越快会解决两岸问题了 这是日本的焦虑感又出来了 他又很担心 万一丢了台湾怎么办 是吧 这是第一个 所以他非常非常关注台海形式变化 这么看来台湾和台海 确实是日本的战略软肋 难怪这么紧张 那第二点 权力格局又怎么解读 权力格局呢 我们经常提到一个概念 休息底的陷阱 但是我们都谈休息底的陷阱 是谈全球的 就是美国老大 中国老二 所以美国很在乎这个老二有一天越来越大 来挑战他这个霸权的地位 所以今天的中美关系呢 非常非常紧张 对吧 但是所谓休息底的陷阱呢 还有一个另类的 是吧 什么叫另类的 就是他不是全球的 这就亚洲来讲 这个亚洲也有老大跟老二的关系 这是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过去一百多年 日本从明治卫星之后 基本上这过去一百多年 在亚洲去日本就老大嘛 是吧 虽然有一段时间战后 这个打败了 马上又崛起了 所以日本从来认为 我就是亚洲老大 但现在 在过去被日本打败的 中国现在崛起了 甚至于这个中国 开始也超越日本了 2010年中国GDP 不超过日本了吗 所以单就GDP来讲 日本已经不是老大了 是老二了 所以这个时候 休息底的陷阱 又开始起了作用了 所以他没办法看到 过去是他手下败将的一个中国 现在居然崛起了 过去他俯视的中国 现在必须要平视 或者也仰视了 这对他来讲 情何以堪 心理上调整不过来 对吧 所以必须要 想方设法的 抑制中国的 在这方面 他跟美国立场 几乎人一样 那第三点 历史情节又怎么理解呢 那就更容易明白了 我告诉你 世界上现在 最不愿意看到 中国崛起强大的 其实还不是美国 是日本 为什么呢 日本很担心嘛 因为他过去 是干了很多坏事嘛 他就很担心 中国崛起强大以后 有一天中国 要跟他算算 历史旧账怎么办呢 所以他也很不愿 不能容忍 这个中国大陆崛起 就是这么 这个三个角度 难怪就是 面对着中国大陆 越来越崛起 以及呢 感觉是 无需多少时间 两岸最终受 和平统一 日本就越来越焦虑 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了 其实呢 日本也有 很明白的政治家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以前有两个日本首相 一个叫鳩山游记夫 一个叫福田康夫 我觉得这两个都很有智慧 他们都看清楚 日本必须要跟中国 维持一个什么样的 好的关系 他们对中国也有 比较正确的认识 但是呢 他们任期很短 原因呢 就不多谈了 也可能美国因素在里面 于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日本长期来讲 是属于比较 我们讲的更白一点 鹰派在当权 从安倍开始 对吧 一直到现在 这个鹰派就是军国主义 在那边复苏 就希望能够有一天 还是把中国压下去 甚至于讲的更极端一点 还有人主张要肢解中国的 过去都有这个主张的吧 所以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背景 那就回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谈到的 美国有意把日本也乌克兰化 但美日不是盟友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图呢 我们从美国角度来看 是吧 我刚讲过 美国现在的战略上 最高目标就是 意志打压中国的崛起 是吧 想方设法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美国现在采取的一个手段 就是把台湾乌克兰化 是吧 是台湾 牺牲台湾 对好中国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觉得这个力量还不够大 是吧 那如果有一股日本的力量 也能够加入进来的话 那这个成功的概率 就相对比较大一点 所以他想方设法 也把日本能够进来 正好这个是日本 又有鹰派开始声音出来 所以两方面呢 在这方面是不谋而合的 这些分析都很有道理 看来日本也是做好了 类似的准备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北京能容忍吗 北京当然也有这个足够警惕 不愿意看到这个形势出来 因为把这个情况的复杂化了 所以北京就 在这个目前这个情况下 尽量的提醒日本 警告日本 包括华春莹讲的话 对不对 就等于你如果犯了错误 将来你又恢复到以前 你应该有地位 你现在也 什么这个牛球那些都不要提了 有点这个 那么这个吴江浩讲的话 更值得嘛 那你如果一再这样子 要想介入的话 那对不起 那你就等于把自己绑在一个 分裂中国的战策上面 你会把全日本的民众 这个拉到火坑里面 话都讲这么白了 这是北京就不希望 把台海的形势 弄那么复杂 对吧 但是美国不一样 美国正好 就是希望能够把日本拉进来 因为强化它 对好中国 消耗中国力量 对吧 而且除了之外 我认为美国还有一种更邪恶的动机 什么动机 为什么是邪恶的动机 我觉得美国 这是我感觉到 美国就希望利用 刚才我们想 它的战略上布局 把日本拉进来 利用台海做个牺牲打 来消耗中国大陆的崛起 那么这样这个情况下 中日不就对决了吗 中日不就可能会爆发 另一场的所谓军事冲突了吗 这个军事冲突的结果一定是200局上 肯定是200局上的 那这就对美国来讲 正好把我两个最主要的对手 给处理掉了 我觉得美国 不排除有这种 所谓的战略上考虑更动机 那石老师 刚刚我们也讲到了 美日是同盟关系 那为什么美国还要对日本这样做呢 这问题问得好 我刚前面提到一个概念 叫历史的情节 那是指 日本人担心中国当年被日本怎么怎么 那么日本担心有那个历史情节 有一天会给他算老账 对不对 同样的 美国现在也担心日本有历史情节 怎么回事呢 我们都说 人类第一颗跟第二颗原子弹是谁丢的 美国丢的 是谁吃的 日本 日本吃的 你要是日本老百姓 你怎么看这段历史 基本上现在都不提是吧 所以美国在这方面是很有顾虑 美国在战后是牢牢地压住 日本就像当年这个纳一块石头压住孙悟空一样 就和平宪法 是吧 就是你不准动 你不准搞什么 除了自卫军 不能搞什么的 那是非常严格的 但后来因为情势不断在变化 先有朝鲜战争 后有越南战争 美国都希望日本扮演一定程度角色 然后发展重工业 是吧 然后就让军事工业又发展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是吧 然后呢 接下来又开始对付中国了 所以呢 在和平宪法里面逐步的放松放松放松 比如说过去是不准日本输出武器的 现在等于真一战闭之间你可以输出了 强化了军事工业发展嘛 过去不准日本派兵海外的 现在好像要利用各种救援的名义啊 什么什么 也让日本这个能够派兵海外 总而言之 美国就是因为要拿日本来对付中国 所以在这方面呢 不得不逐步放松 甚至包括现在就我刚前面提到的 日本这个在西南诸导 在强化军事装备 也就是拿日本来对付中国的嘛 但是呢 美国肯定还是不太放心 对吧 还是不太放心 因为怕日本将来怎么着 所以如果有这个机会 就像刚才讲的 就像我刚才讲 邪恶的动机 如果因为台海战争 而把日本拖进来 然后跟中国干一架 这不两个同时 同时 一锅端 一锅端 解决两个心腹大患 对对对 从美国战略考虑来讲 我觉得不排自动可能性嘛 而且正好日本现在也有这个倾向嘛 那不是顺水推舟吗 对吧 日本不是 我本来就想介入嘛 你要给我一个机会嘛 我一定不负 不负你的众望嘛 我一定扮演很好角色嘛 美国说好好 加油加油 就这么回事嘛 难怪中国会 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日本发出警告 特别是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说的话 是因为中国实在 不希望把这个问题搞得太复杂 也在一定程度上 我相信也了解 刚才我们所谈到的 美国的可能的磨略 也有这种可能性 对不对 所以中国呢 就不希望这个形势往这边发展 一而再再再提 我这样的话讲的 讲得太明白了 你这样做 你能把自己引火自焚嘛 是吧 把这个日本老百姓推入火坑嘛 那么这个华春莹讲的话呢 就提醒他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一切都是既有的 没这回事 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不是这么干的 我们把波子坛公告跟开罗宣言讲出来 你等到有一天 等到翻老战的时候 你通通恢复到原来的 就那四个岛 就这么回事 也终于在警告日本 你千万不要犯错误 确实日本的介入是引火烧身 但如果日本不理会警告 就是执意绕介入呢 那就很遗憾了 那就不排除中国之间再来一次战争 那如果就历史上来讲的话 近代就第三次中日战争了 如果从中国历史上来讲 从明朝开始 甚至从长朝开始 可能就有过更冲突 这就是宿命吧 就中国跟日本就在这个地方 迟早或迟或早就来这么一次冲突 我们当然不希望发生 特别更不希望能够在近期里面 看到这个情况 是吧 确实我们都不希望形势往这个方向发展 但是我说但 如果说形势真的这样发展 那未来走势又会如何 我们进入今天的评说新语